打扮了两小时去拍鼓缝 结果拍出来 动作讲应 表情呆吧 完全没有氛围 那怎样还原美貌呢 上次我拍的这组鼓缝 你们不是都说很好看吗 今天我就来把 鼓缝拍照的上镜绝学 分享给你们 这可是我跟拍出 无数出圈神图的 百万摄影师头学来的 包胶包会赶紧收藏 先来说 靠自己就能打造氛围感的关键 首先想让裙带有飘起的动态感 不要真的去抛裙子 拍出来动作假 表情帮 你只需要一只脚向旁 胯一步 另外一只脚稍微留一下 就这个动作 定点重复几次 看着傻哦 但不抓拍出来 就是裙带飘动的氛围感 还可以抓起裙子背过去 在原地左右把裙带 摆动起来之后 回头转身 抓拍就是奔跑时回眸的感觉 有道理 有道理啊 那如果你想拍 正面奔跑的瞬间 手不要像正常跑步这样摆壁 而是要抓住裙摆 用肩膀前后摆动 秀摆和体态就会很漂亮 你看超越妹妹 拍鼓方也是这样摆的 再来说眼神的情绪管理 想要拍出那种眼睛会说话的古典美感 你拍的时候就不要眼皮用力 把眼睛撑大盯着镜头 拍出来后 献胸又降业 反而你在拍的时候 把眼皮放松 眼睛先往下看准备 随着视线从下往上 慢慢抬眸看向镜头 拍出来眼神就是柔和又有情绪的 你看那些出圈的古风美人 也是这样缓缓抬眸的 还有如果想拍那种向上仰头的清冷感 不要直接拿眼睛往上看 很容易拍出来翻白眼 还有抬头纹 正确做法呢 是你眼睛平视前方一个点不要动 然后想着我们的下巴往上涨 这个时候眼神就是那种清冷又自然的状态 还有一点很觉得 如果你想拍这种眼睛里清着泪的破碎感 一定要带个人工微夜去 抬着头挤两到三滴 注意低头回来的时候 不要眨眼睛 看向镜头的时候 再眨眼眼泪就会刚好滑落 这破碎感不就轻松拿捏了 最后再来说让你一秒出片的动作管理 首先要学会0.5倍慢速拍法 摆动作的时候不要123倍 123倍 完全没有古风意境 你可以试着把你所有的动作 全部慢速0.5倍去做 而且不要有停顿 这样摄影师抓拍出来 动作就不会像摆拍那么僵硬 还有还拍古风最忌讳的就是手印 手要是太使劲 照片的柔美感一下就没了 你看女明星的古风写真 不管手上拿的是什么 都有一种很轻盈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 手指手掌都松下来 反而是手腕给力 你看是不是一下就有那味了 今天这片视频看完 你是不是感觉拍古风没那么难 这一篇视频赶紧收藏好 反复练习 等你们在评论区教美美的作业哦 还有更多同系列视频 记得关注我呀